上星期 又和牧师分享了埃及历史书Cobrine Bible的内容 以历史和考古的角度作为理解圣经的辅助 原因Cobrine Bible当中仔细描述摩西时代 Planet X来临时的情景 此外Cobrine Bible也预言到下一次Planet X的在来 当中的内容正吻合了启示录时代地球会遇到的变化 因此值得在主日中分享 保养我们为到灾难作出预备 并且当我们被提之后 亦都能够留下资讯 给不能够被提的人作为帮助 上次主日主要解释Cobrine Bible的Manuscripts 第三至第五章 当中亦都讲及毁灭者Histroia 即是Planet X 第三章一节 至到三节提及Planet X出现时的模样 当中的描述 好像是中国的龙一样 第三章一节 人类忘记毁灭者来临的日子 只有智慧人才知道他去了那里 并会知道他将来在指定时间再来 在大陆之日 他在天制是弱 而这个就是他的模样 他仿如滚滚的烟云 被极度发行的光所包围 使人区别不了他的关节或手脚 他的口是一个充满火焰 烟雾及热灰壮的心愿 随着时代过去 某些法则 操纵着天上的星星 它会出现改变 有的移动 有的静止 它们不再事不变 随后一道红色大光出现在空中上 第三章四节 讲及水变血 和其他灾难现象 当血降在地球上的时候 毁灭者就会出现 种山都要离开 喷出火焰和灰尽 雪木会被摧毁 所有生物会被吞噬 种水会被地吞没 海洋会沸腾 第三章五节讲及PlanX接近 被太阳点亮成为红色 并且PlanX带来黑暗之灾 和新的月亮瓦解 瓦解原因 是因为行星 是靠太阳的波频所产生的重力场 维持飞行的轨道 并且成为星球 一旦飞离轨迹 未来得及进入另一个轨道 就会焚碎了 天空将更明亮 火红地燃烧 地面满布同色 伴随的 是一天的黑暗 新的月球 将出现 分裂和醉落 三章六节 讲及人们面对PlanX的反应 人们在疯狂中四散 他们会听见吹号声 和毁灭者的南陷声 他们会在地球上的洞穴 寻找避难所 恐惧会蚕食他们的内心 而他们的勇气 会像破坏牙的水一般流失 他们会被焚怒的火焰吞噬 和被毁灭者的气息毁灭 三章七节 即是技术下次PlanX再来的预言 原因 当PlanX上一次来临的时候 令人类的重果体打开 能够讲出预言 加上埃及的观星知识 可以预计下一次PlanX再来的轨迹 预言内容谈及 那个时候科技发展到人类可以飞翔 好似鱼一样唱蕙 天路之日已经圆结 当他在来之时便是厄运之日 智慧人都知道这日的旺雨来的时间 这些都是寻言者在来的先兆和时代 一百一十代将移至西方 各国将经历兴望 人将原料在空中飞翔 又如鱼在海中唱蕙 人与人和谈 虚偽和欺骗的报应之日章子 女人章于男人 而男人章于女人 激情章是人类的回物 预言的另一部分 就是英国的兴起 世界也学习它的语言和法律制度 并且英国长于海军和贸易方面 到最后 不同的对抗出现了 而且在那个时候 妇女将会喪失价值 这个正好吻合启示录所预言的末世现象 Manuscript第三章八节 一个语言家之国 将经历兴望 他们的语言 将成为众人学习的回话 一个立法者之国 将统治全球 并化为无有 一种敬拜 将传到地的四极 谈和平 并带来战争 一个众海之国 将比任何国强大 却将如拜祟其中的苹果 不会持久 一个贸易家之国 将以歧视灭绝人 并会受其报应 其后高与低对抗 南与北对抗 冬与世对抗 光明与黑暗对抗 人因其种族被分化 出生的孩子 成为当中的陌生人 兄弟相争 夫妻不和 父不教子 子叛逆 女人将成为男人 攻击共同财产 不被重视或尊重 三章九节至十一节 继续描述Planix 再临时的现象 就好像现时西方国家一样 人们拥有财富 但是心灵贫乏 并且大部分人 也都会被骗 也都不知道 毁灭者临到时的时间 其后 人们出现心病 他们所沉的 他们不知道 不确定或怀疑困扰他们 他们将拥有极大的财富 令旧贫乏 接着 天振斗 地摇动 人们不寒而律 当恐惧与他们同行事 握闻的语绍张子 他们轻轻的来 如同焚慕的道策 人不知道他们是什么 并被欺骗 毁灭者的日子 即将来流 在哪些日子 人将获得一本伟大的书 智慧将被揭示 很少人会上前聚责 因这是审判的时候 哪些无据的会生存 哪些勇敢的 不会走向灭亡 历代历世伟大之神 公平公正 定人的审判 求你障握闻之人 以人辞待我们的孩子 人必须受苦才变得伟大 但不能操之过急 在哪大西选之日 别对人中卑微的太苛刻 即使是小偷的儿子 却已成为你的民事 在第四章一节 即是对将来的警告 提醒那些为毁灭者到来 而担当宇宙哨兵的观星家 这个PlanX 会带来庞大的灾难 原因 PlanX的体积 虽然可能只是地球的几倍 但质量 可能较地球大4000倍 因此 PlanX的引力 可以为地球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哦 观看毁灭者的宇宙哨兵 你们还会守夜多久 哦 凡人不明地等待 当天空四分五裂 孩子的头变灰 在厄云之日 你将在哪而躲藏呢 四章二至三节 谈及PlanX再来时的景象 当中包括火光 红色的粉末 带来水变血的现象 这是人将看到的事情 你眼所看见的恐惧 这毁灭的形式将赶上来 巨大的火 发光的头 展现中多不断变化的嘴巴和眼睛 可怕的牙齿 可从模型的嘴巴看见 一个可怕的黑暗兔子 从火里发出红光 即使最勇敢的人 都为之战斗 不能置疑 因为这是人不能理解的事情 这跨越天空的庞然大物 包围全地球 再多个躺开的口中 燃烧着不同色调 这些将降下 直卷地面 以将开的大口吞细一切 最伟大的战士 都束手无策 尿压跌下来 看他们是冷血使人恐惧之物 大石被投窄在人身上 粉碎他们 剩红色的粉末 并且 PlanX会带来洪水的毁灭 在第四章第四节说 当海水一连串升沟 咕咕的急流涌到大地 即使是凡人中的英雄 也会变得疯狂 灯鹅扑火 自取灭亡 这些人也会奔向灭亡 一直燃烧着的火焰 将会吞世人所创造的 随之以来的大水 会冲去所有余下的 死亡的露水 将潮潮地降下 灰色的地毡 将覆盖被清洗的大地 人在疯狂中大哭 噢 无论是什么生物 神明也好 把我们从这自大的恐惧中救出来 把我们从灰暗的死亡露水中救出来 五章一节则是谈及 PlanX唯一访命为毁灭者的庞大行星 在埃及 四处都看见那被称为毁灭者的厄云之星 它的颜色明亮而火红 外观不断改变 也不稳定 它就像个线卷般流动 也像从池底水浮中冒上来的水一样 所有人都认为那是最可怕的镜像 它不是个巨大的水星 或墜落的行星 却更像一团红红的火焰 五章二节 形容PlanX的移动轨迹 接近时候 地球会出现死亡区域 并且出现好像十灾一样的灾难 它在天上移动得慢 在它的下方 盘旋的是烟雾 它仍与太阳的距离是很接近 同时 它也把面目躲藏在太阳中 它是血红色的 便快也随着它的移动而出现 它的星降所带来的是死亡如毁灭 它横扫地球时 带来与一样的灰尽 并很多瘟疫 饥荒 并其他坏事 它咬人和瘦的皮肤 直至斑薄的仓出现 五章三节 形容地球因为PlanX接近时候的状况 当中会出现不停的耗角星 打雷和方电现象 此外板块轻側 造成海水倒流的现象 并且天空出现血雨 地壳会好像面包一样涨起 地球被扰乱磨震动 山岭被移动 及遥陷 那黑色烟雾漫的天空笼罩地球 一声巨大的号叫 传到人的遗中 在风的翼中传播着 这是那黑暗之神 就是那恐惧的主人的喊叫 口移火热的烟雾在它面前经过 以石磨炭火 如一阵可怕的博官降下 毁灭者在天上发雷声 打出光亮的闪电 当地倾斜 水道归回延处 大树翻来覆去 像树枝一样被截断 一把声音 如万千毫角 在旷野中响起 火焰在其燃烧的呼吸前 一分为二 地洞山溶 天如万千狮子在痛苦咆哮 并有闪耀的血栈 加速穿插在其脸上 地障楼上的面包涨起来 并且地球的地壳破裂 烈行出现火焰 水亦都被蒸干了 原因是Planix的引力 导致地心熔岩流动 所出现的现象 在第五章先前就这么说 有个厄运之星 灵叫毁灭者 它在古远的时候 已经出现 它是这样被小幼的 几份远古文献形容 据说 当它在天上出现的时候 地球会因其而力 而像火前空背肩果一样裂开 火焰随即 从列逢中射出来 飞跃好像黑血中的恶魔 地里的水全都被蒸干 木墙和耕地被火吞噬 它们和所有的树木 都变成白色灰准 而Planix并不是独立的行星 它带着其他红色的吠蜜根随着 Manuscript第五章五节 厄运之星就像一个盘旋的火球 散发着一连串细小鲜红的火花 它覆盖了约五分一个的天空 蛇葬的火焰扭动到地球上 在它面前天空都惊呆了 它分解然后散开 此时五间境没有漫上的光亮 它引发出一连串可怕的事情 以下就是古典文言中所记载 有关毁灭者的东西 庄严地中毒罢 虽知道这末日求体 有其指定的时间 并且会再接返 所以完全不理不睬是愚蠢的 当下人们说 这种是没有命定在我们 这个世代发生罢 期望天上伟大的神 成全者的话 但是醒醒罢 这一天一定会来 而且按照人类的天性 到时候它们一定会毫无准备 在总结感言的部分 又说牧师谈及历史书 Cobrine Bible所描述的先兆 已经逐一出现 并且当中的内容 印证了全球性海岸战事件的先兆标记 地球现时面对暴风 迅速升温 迅速降温 地震和火山爆发等现象 并不是人为导致 而是因为PlanX的接近所导致 有些星球出现的气候变化 幅度以百倍计加剧 最终一天之内经历地族转移 因此我们要像主耶稣所教导 每一天都随时警醒 预备救己救人 这个星期 日文牧师继续分享 Cobrine Bible的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李作明ity ov n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